雲林國小周遭人情步道常有許多民眾在此散步運動 但考量到步道有一定長度 長者運動時需要有設施來做休息 雲林里長里修榜也請先議員陳玉琳協助 爭取經過休息意義 因為這一條步道 幾乎都是社區的老人在走路散步運動用的 因為這一條太長了 所以老人家 你看都是拿著拐杖在走 太長了 他中間沒有休息他受不了 所以我們拜託讓陳玉琳議員 在我們這中間設置一些椅子 讓這些長者在走路的時候散步運動的時候 中間可以休息 這非常感謝議員 日前先議員陳玉琳邀及縣服相關單位人員前往會看後 沿著休息椅的經過十分有必要性 所以成功爭取到縣服及學校的同意 將在大中路以側設置多座的休息椅 里長就是來很熱情的給來陳情 是不是可以在這一條人行步道上面多設幾座 可以讓他們走到一段路休息一下再繼續走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來看了一下非常的需要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碰了很多組的一個系統 因為他們真的是要讓他們一個路走到頭 真的是沒辦法很困難 所以我們在大中路上面我們大概會設置三到四座的休息椅 讓他們在這邊可以邊走走一走休息一下再繼續走 而在大仁路一側則會請學校做土地間接後 再來規劃休息椅的設置 那我們在大仁路的地方呢 因為大仁路那一邊有很多的那個住家 我們一些大哥大姐都會在那裡聚會 然後他們現在目前是坐在那個便電箱邊邊 我們覺得這是蠻危險的 所以我們跟學校有協商了一下 我們請學校去見界 有一部旁邊有一部報廢的車的地方 那個地是不是屬於學校的 如果是屬於學校的話呢 我們是希望警察局把它給移走 然後整地然後也在那個地方設置二到三座長條的椅子 可以方便我們旁邊的居民在那個地方聊天 議長和尚峰已認為設置休息椅是相當便明的一項規劃 讓民眾在散步運動的過程中也能有設施來稍作休息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